你知道小林和托儿是怎样相遇的吗 为了让小林吃到好吃的蛋包饭 托儿是干劲满满 做饭前先打扫下家里的卫生 结果一不小心 把上次隔壁老王送的鸡雕给打破了 懂了 当机立断这个词 给托儿学到了 等房间打扫完 鸡哥居然又恢复如初 居然又魔法 卑鄙的外乡龙啊 于是万事俱备 从现在开始让世界感受痛楚 咳咳咳 走错片场了啊 话说一盏茶的功夫 蛋包饭就做了出来 看着是色泽饱满啊 可托儿不满意 正想着柯亚来了 托儿顺势请教 有没有能让蛋包饭变好吃的方法 没想到柯亚这颗带龙头 还真有建议 既然烹饪方法已是定机 何不升级食材的品质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托儿立马前往菜市场 其他材料都买好了 难点就在于 好的土鸡肉实在是太贵了 没法子 托儿决定冲回自己的世界 白嫖高级食材 康纳比小林先回到家 正好目睹了托儿采回来的食材 好家伙 奇形怪状的玩意真不少啊 带回的是牛魔的肉 这边小林终于下班 坐上了地铁 累了一天 在座位上打起了瞌睡 在睡梦中 回起了和托儿初次相遇的情景 没错 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上班的时候 小林还被当时的社长疯狂的压榨 忍辱负重 最后心态炸裂 下班的就去了居酒屋 喝得烂醉如泥 醉得性情大变 神志不清的小林 地铁坐过了站 来到了一个荒郊野外 虽然看到了熊猪墨 请小心地表示 但小林想到 光高祥应该还在 问题不大 不管不顾地往森林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 撞到了傻碗而已 抬头一看 哇 金伞 哦不 绿伞的巨龙 酒壮怂人胆 喝醉的小林 勇气直拉满 冲上去就碰瓷 巨龙咆哮完 让小林赶快滚 哪知 小林看到巨龙背后插着一把大剑 生命垂危 上去就要拔剑 给巨龙都整不贵了 那可是神之剑哪 区区凡人 咋可能拔得出来 可小林不管不顾 直接开整 一番努力之后 居然还真给他拔出来了 哇 这酒的作用是暂时成神 巨龙被干蒙了 没错 这条龙就是托尔了 他在跟神的战斗中落败 逃到了人类世界 而小林心怀马力 不惧鬼神 正因为没有信仰 所以才能拔动那把剑 小林这回只觉得自己在做梦 硬是拉着托尔赔酒啊 托尔也用魔法 变身人形 给小林喝了起来 两人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边喝边互相大吐哭水 而托尔已经没了 一开始高龙的形象 被彻底同化 愤怒的控诉 自己世界里的那群傻蛋 但凡有连花生米 也不至于醉成这个样子吧 两人在各自的世界里 都是独自一个人 看到和自己敬意相同的托尔 小林就问托尔 要不要来和自己同居 当女仆呀 毕竟小林可是出了名的 女仆狂认爱好者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第二天 托尔就来到了小林的家里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女仆生涯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了 这边画面切回现实 小林终于从睡眠中醒来 做了这么长一个梦 都没做过站 厉害厉害啊 回到家 小林就看到了桌上 一大盘蛋包饭 同时也看到了水池里的食材 给小林看得直接实话 小林最后表示 很好吃 不是吧 这你都吃 却不吃龙尾巴肉 这边 托尔又讲起了自己以前的故事 他来到了一个村庄 看到了一个神似 长大后才穿的女孩 这个女孩 好像也是驯龙高手 给托尔这头傲娇龙 又安排的服服帖帖 而此时 又被强行拉入了女仆设定 这人居然说 自己喜欢女仆 想做女仆 好家伙 这不是才穿 这得是小林的前世吧 看来托尔以后会做女仆 一点都不突然 是有铺垫的呀 托尔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而这个人类 也将为了托尔 要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 要追求自由 都不会宰人类的 真是铁骨铮铮啊 这个女孩 是托尔到现在 为数不多 还想见一面的人类 而此时的她 在托尔的世界里 也是如愿以偿 当上了女仆呢